孩童的成长需要适合的邮聚来锻炼体能 但是新竹县新浦镇的五座公园设施 不符合安全法规而封闭 正宫所花费的600万元整修 改善溜滑梯高度和缓冲 增设了旋转杯 尿布鞦韆等 重新开放给不同年龄层的孩童玩乐 三色溜滑梯 小朋友爬上草坡 溜下来玩得超开心 新浦镇公所花费600多万 整修五座过去不合安全法规的公园邮聚 已经完工开放使用 当初我们这个溜滑梯 经过检验是不合格 不合格的话 我们就把它封起来 让我们小朋友 有暂时没有在这边溜 后来我们经过 通盘检讨过后之后 我们公园里面有 工压 工室 还有文山 整个溜滑梯 统统改变过 总共我们花了600多万去整修 现在都非常安全 田兴重化区建案移动洞盖 四年内已增加到600户 年轻家庭移入 油气需求大 工儿四新设了 适用年龄及安全告示牌 溜滑梯也调整滑出段和地面高度 防止起步来遭后方吹撞 并增加地链范围 以力缓冲 工儿六与工二等公园 还增设尿布抽签 旋转杯等设施 来符合幼儿油气需求 我们在明年度113年 我们规划一个新补额特色公园 在公压公园里面规划 总共我们要准备是将近2000多万的预算 来打造一个比较有现代化的一个公园 看要哪一种形状 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召集所有我们镇民 大家来协调 看要做哪一种比较适合 镇公所也向县府争取明年预算 要将工二打造成全镇首座特色公园 张开说明会纳入名义 设计出好玩又独一无二的游戏场 感谢观看